阿肯色州10月17日下令一家中资公司的子公司 放弃在该州购入的160亩农业用地 这是该州推出限制外资拥有农田的新法律后 首次采取执法行动 也是全美第一个迫使中国国企出售美国农地的州 诺斯拉普国王种子公司将有两年期限与位在克雷格黑德郡的土地进行割离 据悉 诺斯拉普国王种子公司为先政达种子公司的子公司 而先政达种子公司隶属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 先政达公司表示 该公司从1988年以来一直持有自己的土地 该州针对土地问题做出的决定令人感到失望 先政达称 我们在阿肯色州的员工 是由美国人领导的美国人 他们非常关心为阿肯色州农民服务的问题 此行动将对阿肯色州农民带来很大伤害 根据阿肯色州的法令 如果诺斯拉国王种子公司不愿意放弃土地 州府将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外 阿州还对先政达罚款28万美元 原因是该公司没有根据2021年的州法报告其外资所有权 该州给予先政达30天时间支付罚款 先政达对此表示 公司在内部审查后 更新了向美国农业部提交的文件 反映了所有权的变化 并向州府提交了副本 美国最富盛名律师事务所之一的戴维斯律师事务所 最近撤回三名哈佛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的录取通知 原因是该所认为 这三人领导的学生团体发布公开信 谴责以色列要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7日跨境攻击负责 戴维斯律师事务所在声明指出 法学院学生团体在最近几天签署了某些声明 其中表达的观点直接违背了该所的价值观体系 事务所17日表示 正在重新考虑其中两名学生的决定 他们为自己未能受雇而出言力争 表示并未同意谴责以色列的信件 加州将于10月19日上午10时19分 在全州范围举办大规模地震演习 以强化民众在地震来临时的应对技能 并提高紧急应变的能力 政府预估将数百万人将参与其中 其中大多数为K12年级的师生 加州紧急事务办公室指出 此次演习将让数百万名加州居民练习紧急行动 其中包括执行趴下 掩护和稳住 原地不动等关键技能 同时 加州大地震官方网站也提醒民众 制定个人紧急应变和灾害准备计划同样至关重要 除了提醒民众外 还建议他们定期检查和更新紧急应变计划 以及储备物资 以准备迎接地震等自然灾害 以减少可能对个人组织和社区造成的潜在危害 经过美国 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连日来的紧张谈判 哈马斯10月17日表示 愿意释放其扣押的妇女和儿童 但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外交官和一名了解此事的前美国官员说 哈马斯承认他并没有扣押在10天前袭击以色列事件中扣押的所有人质 这些官员说 一些人质被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扣押 还有一些人质被随机的加沙公民机会主义者扣押消息人士说 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正试图获得所有人质的监护权 但表示在持续轰炸的情况下无法做到 哈马斯官员称 如果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空袭 该组织愿意立即释放所有平民人质 包括外国人和以色列人 只要以色列满足其条件 人质可在一小时内获释 如果要释放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士兵 以色列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 他声称 现在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释放人质 且美国和以色列已经知道其释放平民人质的条款 因为该组织在与几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对话中 透露了这些条款 据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的信息显示 近期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因广告违法行为 被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5万元 处罚是有显示 当事人在娃哈哈官方网站栏目页面中介绍线下渠道时展示了一张图片 该图片类似中国地图的地形图 经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协助调查涉案地图中的相关情况 鉴定结果为该中国示意性地图漏会南海诸岛 违反地图管理条例第八条及第24条的有关规定